大家好呀,欢迎来到米虫看剧 今天我们继续讲解柔美的细胞小将第二季第二集 上期我们说到细胞们没想到 巴比的持球来得如此之快 仅仅是一场约会后就提出想和柔美交往 巴比小团的会员们全都欣喜若狂 与此同时,柔美体内的自尊心指数 也像做了火箭般急速飙升 健康细胞觉得这是好事 因为分手后遗症 柔美的自尊心原本已经降到低谷 倘若接受巴比的告白 说不定就能马上治好分手后遗症 但是谁会因为身体健康而去恋爱 理性细胞极力反对 然而细胞村里已经没有她的同盟 所有人都穿上巴比的应援服 高喊着让柔美接受巴比 理性细胞十分无奈 只好求助爱情细胞 可爱情细胞自从失恋后就一蹶不振 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 理性细胞知道 如果柔美遇见的是真爱 爱情细胞一定会醒来 如今的情况只能拒绝巴比 因为柔美的好感并不是因为爱情 只是分手后遗症作祟 想要得到一份心理依赖 在理性细胞的强势阻态下 柔美最终拒绝了巴比的表白 一晚回到家 柔美难以入睡 回想起之前刚入职新部门时 巴比曾说过自己在公司里有喜欢的人 那个女孩的名字里带U的发音 当时柔美只想到了陆比 却没有发现自己的名字里也带着U 原来巴比对自己的喜欢从那时候就已经开始 一想到居然有人在苦恋自己 柔美心中又是一阵窃喜 自尊心再次高涨 只是这一次居然长得有些过头 因为知道巴比喜欢自己 柔美开始对她抱有期待 平日里点头问好的行为 柔美都开始期望巴比能给予更热情的回应 倘若巴比反应平平 柔美心中便开始患得患失 产生失落 看见巴比和陆比相谈甚欢 心中也会产生醋意 柔美留意巴比的每个行为和话语 想要发觉她喜欢自己的部分 但经过一天的观察 巴比着实给柔美浇了一盘冷水 她丝毫没有展露出想和柔美亲近的想法 感性细胞开始大发脾气 认为巴比一定是昨天被柔美拒绝 才故意表现得如此冷淡 只有健康细胞知道一切都没有变 巴比的表现也很正常 唯一改变的只有柔美的自尊心指数 自尊心如果太高 就会变成公主病 果然柔美坚信不移 自己的拒绝伤了巴比的心 她开始搅进脑车 想出补偿她的方法 对巴比也流露出一股莫名其妙的怜悯 直到这天早上 柔美没追上公交车 坐她之后 却看见巴比和一个女生 正站在马路对面 她记得这个女生正是巴比的前女友 两人一边对话 还有亲密的肢体接触 柔美心中一凉 不知道巴比究竟是什么意思 侦探细胞拿着放大镜开始分析 前女友没有化妆 打扮随意 根本不像是要去上班的样子 最有可能的就是昨晚 她在巴比家中睡了一晚 此言一出 所有巴比小团的会员们 都感受到偶像塌皇般的心碎 柔美对巴比的期待瞬间也冷了下来 她反思了一下最近的自己 简直是个自以为是的傻瓜 但这样也好 起码不必对巴比赶了抱歉 被伤痛心的巴比小团会员们 开始化身黑粉 在细胞村里各处都涂鸦上巴比的幻化 因此 柔美对巴比的怨恨也直线上升 说话也变得冷漠又无理 巴比一正 显然发现了柔美的情绪变化 当晚 路比突然打来电话 约柔美喝一杯 等到柔美赶到酒馆 却发现巴比也在现场 柔美的心情瞬间复杂起来 虽然怨恨巴比 但也不能表现得太过明显 为了转移对巴比的情绪 理智细胞叫出了嘴馋细胞 吝啬细胞 还有侦探细胞 三个细胞一起合作 在菜单上大显身手 通过各种复杂的叠加优惠 和酒馆福利 花最少的钱 点了一桌大餐 等食物上齐 所有人都对柔美赞不绝口 聚餐期间 同事透露 自己给巴比介绍了好多女生 都被他拒绝 看来巴比已经有了喜欢的对象 对此巴比并不否认 只是遗憾地说起 自己已经被对方拒绝 不了解情况的同事 大喊起来 居然有人会拒绝完美的巴比 一旁的柔美 只是愤愤地吃着食物 体内小细胞们的不满 也此起彼伏 觉得巴比是故意说给自己听的 明明是他和前女友复合 还装成被拒绝的可怜人 聚餐结束后 巴比和柔美来到公交车站 一起坐上回家的车 期间巴比找了话题 想要和柔美聊天 但柔美的态度冷淡 一直看着窗外 突然巴比按了下车铃 他感受到柔美和自己在一起 很不舒服 所以他还是搭乘下一辆车 柔美有些惊慌 自己可没有说过这种话 可他忘了 巴比的能力就是看穿柔美的内心 谁知巴比为了顾及柔美的心情 下车的举齿 让感性细胞觉得很帅气 这让柔美动了恻隐之心 主动给巴比发去信息 说着不舒服的人应该是巴比 因为他做了对不起自己的事 两人短信一来一往 片刻后 巴比拨通柔美的电话 解释着那天晚上 是前女友喝醉后来找自己 两人之间并没有发生什么 也许是觉得电话里解释不清 巴比让柔美下车等一等自己 柔美在下一个车站等着巴比 一见面就准备和巴比吵架 谁知巴比根本不在意 柔美说了什么过分的话 只是笑得十分开心 柔美真的在这里等着他 这个笑让柔美立刻没了火气 这天晚上 两人坐在公交站台聊天 直到公车到来时 巴比感到遗憾 真希望公车一直不来 这样就能和喜欢的人 一直这么聊下去 巴比的坦诚 让柔美心中触动 她知道和喜欢之人分别的不舍 她也经历过许多次 但从来都不会这样坦诚地说出口 此时爱情细胞慢慢睁开眼睛 来到窗边 看着巴比粉丝团高喊着 接受巴比的口号 理性细胞立刻从后门 悄悄溜进病房 让爱情细胞不要被影响判断 爱情细胞深知 自己还没有遇到真爱 只是和柔美一样 羡慕巴比的坦诚 柔美在感情中总是被动的人 就连分手也要先观察巨熊的反应 巴比在被拒绝后 仍然能对她表达心意 拥有着柔美渴望的勇气 和巴比解开误会之后 柔美和她的关系谎了许多 再次回到过去的友好 只不过柔美会开始悄悄留意巴比 但又不想和她过多接触 感情真是个奇怪的存在 在柔美拒绝巴比之后 却突然对她产生了兴趣 细胞村里也开始出现 各种示好巴比的小爱心 在扰乱着柔美的思绪 这种感觉叫做迷恋 带着这层迷恋的滤镜后 柔美眼中的巴比变得更加鲜活而具体 她能看见巴比的小动作 她扣了几颗衬衫扣子 她用了什么香水 她什么时候在偷看自己 就连周末看不见巴比的时候 柔美也会在猜想她在做什么 情不自禁地挑选好看的套装 来到巴比时常运动的地方 期望和她偶遇一番 可是绕了一圈 柔美并没有看见巴比 反而对自己这骨该死的好奇心产生了嫌弃 柔美意识到不能总是绕着其他人转 自从巨熊离开后 她已经很久没有好好做饭 一边想着柔美走进超市 意外的是巴比居然也在超市采购 两人自然地搭讪起来 一起结账离开 只是离开时天上下起大雨 只有柔美带了伞 柔美提议先送自己回家 再把伞借给巴比 随后两人一起走在雨中 柔美不敢和巴比太过靠近 巴比看出她的心思 便把雨伞往柔美那边倾靠 雨滴打湿了一边的肩膀 这个小细节让柔美的心情悸动 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 两人分别之后 柔美接到陆比打来的电话 通知完聚餐室店后 还扒挂起巴比 称她这周末准备去相亲 这时巴比又折返回来 刚刚旺把柔美购买的食品交给她 柔美挂掉电话 询问巴比是否要去相亲 巴比坦诚地点点头 但柔美心中却感到一股巨大的落寞 本集结束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